大家好,飞玉爱学习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讲解塔罗牌的玩法 塔罗牌宝剑适从解析,记得关注和点赞 塔罗牌的九大禁忌有哪些? 平时我们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进行占卜 因为这可以给我们心中的疑惑解决问题 给出非常中肯的意见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不能触犯的地方 所以要牢记塔罗牌的九大禁忌 第一大禁忌,不要过度依赖塔罗牌 塔罗牌是一种工具 只有在您认真思考并寻求内心的指引时才会真正有所用处 过度依赖它可能会导致对自己的直觉和内心的忽视 保持平衡将塔罗牌作为辅助而非绝对 因此在使用时需要保持客观的态度 不要过于迷信 第二大禁忌,不要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恐惧 塔罗牌可以暴露出一些人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但是在传达这些信息时 需要保持温和以免造成恐惧的影响 第三大禁忌,不要遗失任何一张牌 塔罗牌的一套牌每一张都很重要 如同我们手足不能分离一样 不管是遗失了哪一张都会失去整套牌的意义 所以在洗牌发牌的时候要很注意 不要不小心丢失了某一种 不然最好重新再买一套 第四大禁忌,不要在情绪不稳定或受到干扰时进行占卜 情绪波动或外界干扰会影响占卜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在心境稳定的时候进行占卜更为合适 第五大禁忌,不要使用塔罗牌来代替医疗治疗 塔罗牌并不能取代医学专业知识 如果有身体问题需要及时求医治疗 而不是单纯依靠塔罗牌的建议 第六大禁忌,不能随意更换问题 在玩塔罗牌之前 我们就要先想好和确认一个问题了 不要在开始测算洗牌的儿时后还想着更换问题 这样会影响到测算的结果心中有杂念 第七大禁忌,不尊重塔罗牌的象征意义 塔罗牌中的每张牌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应该尊重和理解每张牌背后的深层含义 不随意曲解或忽视其意义 第八大禁忌,不要在容易受干扰的环境中使用塔罗牌 塔罗牌需要安静的环境来发挥它的最佳效果 如果在嘈杂的环境中使用 将会产生干扰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第九大禁忌,不要将占卜过于平凡 塔罗牌需要静心等待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平凡占卜会让你的占卜结果混乱不清 丧失它的有效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观看,欢迎大家关注和点赞 下期再见